今天的話基本上我們等於延伸前一次上課的部分 當然主要是從九州馬表 因為九州馬表其實就是一個表格 有列有籃 所以假設我們要輸出的話 當然如果用公式需要注意的就是錢的符號 那個錢要鎖起來 那哪一籃要鎖,哪一籃要鎖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如果你不想鎖籃或鎖列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兩個函數 一個叫column,藍函數 一個叫roll函數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它換成三字星的話 比如說三字星部分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第一個部分我是先把那個 我先啟用內容好了 因為我這裡面有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就來自網路 網路部分我是先用Word把它轉換 那轉換結果特別注意 裡面不要有任何的逗點 也不要有據點 也不要有換行 所以反正通通去掉 留下來就是最純粹的這個文字部分 剛好三個字三字 我希望可以把它很整齊的把它放在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excel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啊 那當然我們換幾種方式嘛 第一個我記得好像我們用公式有沒有 那公式部分的話主要就是利用column跟roll 配合密的函數 也就可以把它切割出來 有沒有 我記得好像只有做一個 如果你假設做一個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 把它向右向下 就可以把它全部完成 我記得好像這邊本來就做一個 所以原來公式 像這樣子 OK 你就把它向右 那向右的話就八個 然後再向下 向下的話呢 那就大概我記得到59吧 好像59例的地方 多拉一點點沒關係啊 它超過裡面抓不到就變空白了 那就可以把三字經裡面的每三個字呢 就放一個儲存格 OK 那公式部分的話就上個禮拜講的 用mid加column跟roll 那當然啦 我剛剛有請大家試試看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不是八個欄位 我們換一下好了 比如說四個欄位的話應該怎麼做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可以把這個公式 這個再把它 這個工作板再複製一下 然後公式2啦 也許你刮弧這邊就是改成4好了 刮弧4等於就是四個欄位好了 我甚至裡面可以再加一個四欄 OK 那這個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它變化一下 變成四欄的話 我們現在是八個欄位 八欄 那如果今天希望這邊四個 然後呢再往下的話 再把這個放到下面 不是放八欄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甚至的話呢 你還可以再一個 比如說我不要四欄 也不要八欄 我要一欄 一整欄就對了 OK 就是不要 反正我就往下拉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其實一直往下 反正有幾個 他就一直往下 所以總 Total應該是 算一下應該是 八乘五十九啦 反正就一直往下 就可以把它變成單欄 OK 那你想說 為什麼要特別分這些欄 主要當然你第一個 你如果要區分不同 不同的 這個資料類型的話 你可以分欄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查詢資料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一個欄位 OK 那最後的話呢 但是今天的主軸 我是希望說呢 能夠呢 再想想看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要算字頻 所以這邊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單一個字 字頻 這個所謂的字頻 就是說 我 如果想要算一下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的話 那我首先需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這些都不用 OK 我就把這邊Ctrl-Shift向右 再向下 Delete掉 那其實就不需要這麼多欄位 其實就一個欄位 一個欄位 那如果你要算那個 字數的 總字數 總字數的話 那總共的話 第一個啦 給一個欄位名稱好了 一般 這個開頭上面的 最上面一般都是那個 欄位名稱 比如說這個是 單 假設名稱叫單字 OK 那單 所謂的單字就是 人放一個 字放一個 信放一個 人之出 反正呢 就把它每一個字 統統拆開來 等於一個蘿蔔一個坑 OK 那目前呢 J1的部分 它是 全部的資料 總數是幾個字 如果幾個字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算嘛 你這邊可以再加一個 總字數 那我怎麼知道總字數多少 很簡單嘛 你用一個函數 插入一個函數 拿一個函數 可以把那個 這個裡面的字數算出來 應該很簡單嘛 不用想太複雜 就是這個 L1N L1N就可以算什麼 算它的總字數 你回來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用L1N的話 它馬上告訴你 這裡面總共有1416個字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到底在那個 這個 三字經裡面 哪一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統計數字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主要是 假設要分8個欄位 主要是利用那個 先算它第幾個字 因為我這邊是一個全文 那如果我要抓第幾個字 我只要產生一個表格 它的規則是147 一直到 14 對 一直往後 反正每次就加3就對了 但是如果你下一列的部分變成 你要再從那個24 再加 應該是22再加3 謝謝謝謝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如果改成 比如說只有那個 四個欄位的話 那要怎麼去修改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切到那個 剛剛提到的公司這個 四欄部分 那我後來改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這個規則還蠻簡單的 因為那個藍的部分 Column部分其實預設這個不用修改 反正它原來就是147 再10嘛 然後再來的話 你只要再加3 然後讓它往下 所以這邊只要換一列之後 其實它總數再加上不是24 應該是12的這個倍數 它就可以幫我們把這個 四個欄位部分 就可以把它產生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跟上個禮拜的公式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應該是改這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它的8個欄位 總字數是24嘛 那我只要把它改成總字數是 是12個字有沒有 符合這個規則 往下應該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就分成4欄了 這應該比較簡單 那顧名思義 如果一藍的話 那是不是從裡可證 我剛剛改了一下 其實這邊把它改成3 往下填滿其實就OK了 所以假設你要分成不同藍數 好像有個固定的規則 就是這個地方 總字數有沒有 就是跟它一整列的總字數 是相符合的 所以這總共 比如說這邊有8藍 那8藍每一個儲存格是三個字 所以是24 所以這個就24個字 那同樣如果是4個欄位的話 那這邊把它改成12 一些類推 那這個應該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那再來的話各位想一下 那如果我假設 我不是像剛剛提到的是 三個字放一個儲存格 而是想說一個字放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就比較難了 所以我今天要怎麼樣可以 每一次一個字就放一個 那這個當然喔 首先就是你可以想到 當然理論上第一個是用哪個函數呢 用密的函數啦 第一個一定會用到密的函數 那密的函數當然你可以跟它講說 你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有沒有 那可是你要第幾個字 這個地方一定是1啦 如果要取第一個字 那幾個字 一個字 有沒有 人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往下的話 下面 你想說下面一個公式是怎麼樣 如果你下一個字啦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它就這個地方改 就是在第二個參數裡面 把1改成2就可以了 有沒有 欸 我們就變字吧 所以呢 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給建立起來 那個規則 就是密的這個 這個字的規則 它規則是 1一直往下 那總數的話是1416 那我的位置欸 1416 可是我的位置目前是第二列 所以假如說我需要產生一個 它目前的字數的話 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可以再想到另外的函數 查錄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想到這個叫做 查詢與參閱 那如果呢 我今天要借用列的概念 那你可以用弱函數 剛剛之前有用過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目前會得到的是2 欸你說 老師那我要變1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減1比較好 如果減1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往下吧 你會發現它會得到的就是 它目前所在的列減1的位置 那其實就是你要取的是 這個文章的裡面的第幾個字 所以如果假如再把它分出來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先用什麼 先在這邊先用那個 肉減1 有沒有 先用這個公式 肉減1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 再把肉減1怎麼樣 再減下來 然後呢 再插入剛剛講的那個 跟MID的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MID的函數 然後一樣喔 特別注意喔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Labs跟Right 當然不行啦 因為這個字啊 人可以啦 有沒有 但是問題 你其他字都在中間嘛 一定用MID 所以MID的函數呢 基本上 第一個文 你的文章在哪裡 就Tester 在這裡 我是放je 那幾個字有固定 一個字 你要第幾個字 那就是怎麼樣 把剛剛的肉 刮虎 減1 這樣就OK了 要不要鎖 其實理論上 因為肉是相對的位置 所以不用像之前 有那個錢的符號 這種問題 需要 所以直接這樣按確定喔 理論上 你把它向下填滿 不對 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要向下填滿 所以喔 有個地方位置不能變動 哪個地方 記得喔 追1的1有沒有 你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那你說老師 追1要不要鎖 因為我沒有要向右 所以其實你鎖1就可以了 OK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要填到哪裡 其實理論上 這邊是1416 所以等於1416加1 所以你這邊變1417 應該就是最後的答案了 填滿這樣會不會填太久 我如果假設有沒有更快的 因為如果假設之前好像點兩下就可以 OK 14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填滿裡面有個 超過了 沒關係 反正就 只要超過1417 應該就OK了 有沒有發現 它就把所有的資料 變成縱向的一個欄位 一欄喔 單字有沒有 那就全部分開來了 那你說老師 那做這要幹嘛 其實喔 如果你已經把這個做出來的話 那你要去統計 這個文章裡面 哪一個字出現的頻率最高的話 應該就簡單了 OK 如果你沒有分開 你沒辦法統計 但是你分開應該就簡單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剛剛是把上個禮拜這個 有沒有 這上禮拜做的 八個欄位喔 變成四個欄位 有沒有 變這樣的 那其實關鍵就是這個 改個數字 這個就改個數字 不過啦 如果一欄應該 不用那麼多 不用這麼複雜的公司 其實可以再簡單一點 那如果你不想改公司 那你就改個3就可以了 因為3個字 跳下一個3個字 OK喔 那再來就是字頻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喔 把每個字每個字都切出來 試試看 那待會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喔 可以知道 到底3字經 哪一個字喔 出現的頻率最高了 那當然我如果想要抓出前五名好了 或者前十名 那並且把它畫一個統計圖表 那就簡單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它切割 那你是沒辦法統計分析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